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三的每週一股 這個環節請來Jason 和大家推介他的心碎股份 Jason,你好 你好,我是Yo 推介之前,首先和大家做一點回顧 上次Jason推介的股份是《粵民集團772》 上次行指五收是28,937點 而今日五收是3087點 期內上升了1,150點 變幅上升了4% 至於Jason推介的股份 相對上表現一般 我看到我很厚度 上次五收是100元 而今日五收是89.6 跌幅大約是10.4 下跌了超過一成 當時Jason的建議 買入價是97元 而目標價是120元 而紫舌價是88元 正如Jason所說的,表現一般 所以也紫舌了 期內波幅是87.2至102.7 Jason,現在你的投資建議是怎樣的呢? 再賣回月文呢? 這次真的值得說一下 雖然你說這次好像出到來的成績 就不太好 只設賣了 但又不會改變我對於這間公司的前景 或者業務上的比較樂觀的看法 這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市場不斷破頂 但一些半身股 就好像面臨一個散水潮 很多,譯音也好 雷蛇也好 其實都是在這一個星期 是出現一個急跌的 這個我就只能夠形容在一個 叫資金分配上面的一個情況 可能他們就覺得 之前那些半身股 可能定價上面有些叫做貴 所以上了市之後 就很快套現 很快股貨離場 導致股價叫做收壓跌了下來 但是如果你說以這幾隻半身股 基本面 或者業務的模式來比較 我仍然都是對月文是較為有信心 所以這一段跌了下來 雖然好像在部署上面 已經是止折了 但反而我覺得都是一個吸納的良機 當然如果你說之前在100元這些位置 或者90多元買了 現在我都覺得你未止折的話 可以先拿著 如果你說在未買 之前真的錯過了 都可以趁這個回調的機會 看看來後有沒有機會 再落去大概85元 86元這些位置 找位再買一點 好啊明白的 然後就和Jason說一下大市 因為你剛才也說到 大市不斷地這樣破頂 而今日更加一舉 就升穿了30萬點 不過下午回來 就見到升幅收窄了一點 現在就升了一百六十幾點 兩隻部是29,979點 其實現在看到市場這麼波動 大上大落 Jason可以選股 有沒有什麼提示可以給大家呢 今天選這隻 可能都算是近期比較強勢的一個板塊 還有這隻股份也是 這一陣子是升了不少上來的 說的是其中一隻保險股 這個板其實由今年的年中開始 我個人來說都不斷提醒大家要買 還有這個板去到下一年 我都看得比較樂觀一點 那之前就在上個月 推過一隻二三一八平保 基本上這一股升上來 都已經是度了目標價的 那今天就不是講平保的 反而就說今年來講 相對的業績表現 或者股價走向和平保來說 都還在欠折的 就是一三三六的新華保險 好啊 那我們首先就看看新華保險 在2017年首三季的業績簡介 見到了 截至2017年的9月底為止 營業額同比變動下跌了大約1.9% 而以賺保費下跌了大約4% 而投資收益就上升了7% 而營業支出就下跌了大約2.8% 至於純利即股東應佔日理 就上升了超過5% 而總投資收益率就上升了0.1% 而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就上升了26% 為什麼呢 我問一下Jason 看到營業額和二站保費都要下跌 投資收益和純利方面 其實也不算表現特別突出 還有我印象都記得 其實新華保險上半年 其實純利是要下跌的 是否因為連接第三季的話 反而是有一個上升 上升了5.3% 是否證明它第三季的表現都是強勁呢 沒錯了 我們看到這個版面 就是首三季業績 上半年其實新華的無論保費收入 或者投資表現 以至純利都是不對版的 即是比起市場的預期 或者比起其他的保險股來說 都做得是比較差 原因是為什麼會說的 因為始終它都進入了所謂調整期 又或者整個業務上面都在做一個轉型 所以上半年業績做得頑皮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預算了 去到第三季就有點起色 如果單計第三季的純利增長 按年來說都會去到2.4% 亦都是大動作 就是頭三季的盈利 由上半年的負增長 就去到5.4% 可以細分一點 說到好像以賺保費的收入 頭三季按年來說都是要下跌的 但是單計第三季 其實這一部分的升幅 都去到接近三成這麼多 亦都是見到第三季有個很強的復甦 至於投資收益 都是受惠整個內地的股市 債市等等的因素 令到其實整個行業方面 這一部分的收益都按年升 而新華保險升7.6% 某程度上來說 又不算是特別標請 好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第一個利好因素 Jason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集團轉型發展 漸漸見到成效 亦都見到你列出了時間表 看到了 就是2015年自己制定了一個轉型計劃 就叫做十三五規劃轉型 目標就是希望回歸保險業的業務 定下了兩個轉型階段 分別就是2016年至2017年 就是實質的轉型期 希望以期交和逐交補費取代等交補費 意味著希望月供的補單 就可以慢慢取代一次過 或者是甘心的補單 而第二個轉型期就是 稱為收穫期 就是2018年至2020年 希望以長期期交的業務 拉動補費增長 其實始終你轉型 難免都可能會面對一些陣痛 你覺得接下來這些陣痛 還會維持多久呢 Jason 這個轉型公司 都是在兩年前 就定下一個幾年的策略 剛剛都提到 為什麼你說它好像今年上半年 或者去年的業績都不是太好 某程度上都是關於這個業務的調整 或者轉型的事 原因就是它有很多 之前它賣得最多的一次性 或者以短期投資收益為主的補單 現在它就決定不再賣那麼多 特別就是在銀行保險的業務 或者所謂的銀保業務 就減了很多銷售的比例 反而它要提升 就是一些健康險 危疾保險 或者一些意外保險 這一類相對是以保障性為主的 還有在那個年期上面都是比較長 都鼓勵那些 就是仇保人 都是每一年去到逐保 每一年去到做一個月供的補費 比例不是那麼高的這些期交營的產品 某程度上都會令到它在這一兩年 那個業績或者保費收入上面 就做得比同業來說是差的 這個就為之一個叫轉型期 就面對一個陣痛的時間 但是去到下一年 集團都定了目標 叫做一個收獲期 即是說當這些長年期的產品 慢慢成熟 或者規模是能夠越做越大 就能夠可以帶動回整體的補費收入 就不僅是首年的新增業務價值是有增長 甚至乎就是未來之後的幾年 由於它們期交的補單為主 所以每一個月都有一個穩定的持續收入 有一個續期的補費的收入 可以就靠這一類型的長期期交業務 拉動整體的補費增長 所以這個就可以叫做簡單來說 到下年開始就會正式進入一個收獲期 好的 跟Jason看完時間表之後 我們就再落一板 就看看到底這個轉型 有沒有成效可以大家看到 看到圖表就是年初至今 集團月度補費收入的表現 藍色的棒棒就是補費收入 至於那條紅色線就是補費收入的變動 我們首先就講一下變動 看到今年年初 即2017年1月的時候 是要按年跌成兩成一 看到慢慢了 到今年第三季 情況就有所改善 看到今年2017年8月 按年變動上升了兩成四 至於到9月的時候更加變動了四成四 上升了四成四 看到其實第三季有個明顯的聲勢 是否其實集團的轉型都見到成效 不過我又想問一件事要追神 因為我見到10月的時候 又有個下跌的情況出現 是否其實又不是太穩定 大家需要留意這一點呢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看到它好像今年頭半年的補費收入 很多時候以一個按年的比較下 都是出現一個負增長 例如頭兩個月的 都要跌成兩成幾 至四成幾 到第三季 就如你所說 都有個很強的復甦 到9月 保費收入更加升到四成幾 都創造今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當然是因為它本身是一些新的保單 或者剛剛提過一些健康險 比較長年期的保單 銷售的規模提升了 還有它那個agent 銷售人員方面的數目 亦都是叫做請多了 而每一個agent的生產力 亦都是有一個改善 就帶動到它整體的保費收入是有增長的 還有要留意的 因為中保監都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發佈了一個新規 這個新規就在10月份的時候 就正式實施的 對於一些叫做短年期的年金產品 或者一些萬能險產品 都是有一個規範 就不讓那些險企再去到銷售這麼多 就令到保費收入在10月份來講 不單止說只是新華的 就算你說國售、平保 整個行業都是面對一個很明顯的放緩 而且也是解釋到為什麼9月份這麼厲害 因為有很多保單都知道 10月份不能夠再賣了 很多保險公司都在8月、9月這段時間 就趕一個deadline 就將那些不保單、萬能險的單 就很大的程度 就希望是賣多些 變相就拘大了9月份那個銷售的規模 但去到10月份來講 的確是有一個放緩 甚至乎公司來講 都出現一個岸年的下跌 但這純粹是受一個政策面的影響 但如果你說到新華本身的保單的轉型 整個業務結構的轉型 我相信去到明年來講 對於保費收入來講 都仍會有一個挺大的推動作用 好,然後我們再到下一版 就跟Jason看完 集團首年保費收入結構的分析 看到其實他都列出了幾種不同的保單 第一種就是首年期交保費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月供形式 是一些新簽的保單 看到2017年首三櫃的保單 保費是達到254億元的人民幣 按年就上升了3乘4 至於這些首年期交的保費 就佔了首年保費收入 但佔比就是9乘4 同比變動就是47個百分點 至於10年期或以上的保單 佔了大約6乘半 同比變動了6個百分點 相反那些一次性、欣欣等交保費 就見到它有明顯的下跌 因為同比變動下跌了9乘2 其實這個情況 是不是都可以說 按回集團的時間表進行 因為見到它期交的保費 是慢慢縮小的 還有這個保費收入的結構分析 是不是這個結構 是否都叫做健康呢 沒錯 因為我們在第一版的時候都說過 新華是今年頭三季的總保費的收入 其實按年是要跌的 跌幅都去到4% 但在這個圖表上面 就告訴大家 不是說所有產品都做得不好 包括其交的保單 或是月工的保單 其實首年的保費 按年都升到3.4% 也都是見到在這個保單裏 其實長年期的產品 即是十年期以上的比例 都是不斷提升的 這個就剛剛是Match到我說 或者公司本身之前的轉型的目標 就是希望以更多的健康險 意外險 或者一些的養老險 作為一個主打的產品 反而以投資 或者分紅為主的萬能險 又或者一些很短期的年金產品 現在就不做那麼多的 特別是在銷售渠道方面 他都做了一些改革 之前就很依賴銀寶 做過交叉銷售 就賣很多投資相關的分紅險 但現在這一部分的比例 就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減少 反而是用多一些自己的agent 經紀的渠道 來銷售一些比較長年期 保障性的保單 所以就變相令到他那個 就是期交的新單 佔首年保費的比例 就由去年 我講的是只有四成多 一半都未到 就升到去今年第三季 就去到成九成多 那麼我覺得這個趨向 就正正是符合到 就是公司之前所講的 那個改革方面的老向 看到現在這些數字 都是證明了 就說整個改革或者轉型 都是合乎那個進度的 好啊 然後我們再看看 集團2012年以來 新業務價值的增速和利潤率 我們有看到圖表 藍色的棒棒 其實就是新業務價值的利潤率 看到其實都是按年有向上升的情況 由2011年的11% 去到今年的上半年 已經是升到37% 至於紅色那條線 就是新業務價值的增速 也是有向上的趨勢 不過很特別 我看到Jason 2016年的時候 它是去到58% 但是看到今年上半年 又跌下來 我看到是去到29% 為什麼其實利潤率和增出 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 看到是否因為公司轉型 而令到新業務價值的利潤率 由22%大幅攀升到37% 這個都主要關於保險產品的結構不同了 剛剛提到現在買的多了一些醫療的保單 一些長年期的保單 代表著那部分的保費收入 就不是說只是今年比完 明年就沒有 這一類的收入也會有一個叫做續期性 即是說今年每個月供的 只要保單一天未完結的話 去到下一年 去到之後再下一年 其實都會keep住有個穩定的保費的流入 這一部分對於新業務價值來講 會有個多大的幫助 所以即使見到它 overall的保費收入 今年頭三季是跌的 但是新業務價值反而是有得升 雖然增長就由16年五成多 放緩到今年兩成九 其實都算是不錯的 反而想說就是那個利潤率 即是新業務價值的profit margin 那邊 見到那個提升的幅度 是更加之厲害的 由去年兩成二 去到今年三成七 主要原因在哪裏呢 就說現在這一類的保單 跟之前銷售的那些萬能險 或者短期的分紅險 最大的分別 就說那個賠付的成本 相對是低了很多 因為你說醫療保險 健康保險 雖然你說那個投保者 有些什麼意外 住醫院的時候 都是要賠錢給他 但是由於這個 sample size夠大 還有都有一些叫做風險 分散的方法 一些對沖的方法 就令到那個賠付的比例 或者整體賠付開支 是可以控制得到 反而之前買得最多 那些萬能險 投資型的保險 由於有一個叫做 保證的回報率 去到去年最高峰 最誇張那段時間 就說一年的保證回報 可以去到六點幾厘至七厘 由於這些保險公司 要確保 要給投保者 一個這麼高的回報 很多時候這些保單 就算你簽了回來 有個保費收入 但到最後可以賺的錢 都不是特別高 所以現在有這個 叫做產品上面的結構轉型 令到它的利益 未來都應該還有提升空間 好 看完集團的轉型情況之後 就和Jason 和大家跟進國債收益率 就是第二個利好因素 看到圖表 紅色線是十年期的債息 而橙色線是七百五十日的移動平均線 看到債息其實都在穩步上揚中 之前和Jason 在談評寶的時候 他都說過 七百五十日的移動平均線 是有一個延遲的情況出現的 那是否意味著 未來國債息率的情況 是否都會繼續向上呢 是的 我們說保險股 就一定不可以不說 就是債息向上的趨勢 這個因素 也是為什麼說我由今年開始 年中開始 都說叫大家要買這一類的股份 甚至乎你說去到下一年 暫時我都覺得 就是我最看好的板塊 都是保險股的 就說因為債息那個升勢 即使你說去到現在都比較高的水平 例如說十年期都去到接近四厘了 但是都未說真的見頂的 最重要就是我看回現在國內 通脹的預期是有個升溫 再加上就說之前中央有些去槓桿的政策 令到很多買了國債或者債券產品 那些信託的基金 都是要沽一些貨出來 就是他們在債市上面都是要走資 令到債息近期來說都升得相當之厲害 所以我自己預期就去到下一年 內地十年期的債息都還是會有得上的 好像看回在13年至14年那段時間 因為債券產品最高的水平 去到接近4.7厘左右 所以我都相信短期來說的債息 再向上機會都是高的 至於750天的移動平均線 我們稍後會說 對於保險公司的保險準備金 償付債不準備金方面 是會有個幾決定性的影響 當你說好像在過去的3年 應該是14年開始 債息不斷由高位跌下來的 亦都是令到這個750天的平均線 最近這兩年來講 都是有個幾明顯的下滑的 現在就去到大概3.3厘左右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低水平 我覺得再跌的空間 就絕對不大 特別就是這一年裏面 債息紅色條線這樣扯上來 如無意外去到未來這兩年 即100至19年 這個750天的移動平均線 都可以跟著有回升 這一部分對於保險股來說 亦都會有個額外的幫助 當然要跟Jason再詳細討論一下 到底國債收益率上升 對保險股有幾大的利好因素 首先看到新華保險 其實上半年的債券投資額 就是2635億元 見到佔比由3.5%上升到3.9% 其實是否意味著他們的回報 都會增加了 都會有提升呢 是的 集團來說本身都是以投資的債券 作為一個主要的投資工具 當然A股方面的配置是增加了的 但是佔比A股都是十幾個% 你計到國債或者其他債券資產 那個佔比現在去到接近3.9% 換言之 就說債息一升或者整體市場利率一升 對於這一部分的投資收益的回報 會是更加高的 剛才Jason你提到750日這條平均線 沒錯 剛才你說它上升的話 就會減輕了未來保險債務準備金的壓力 我想知道其實對1336 即新華保險的盈利有幾大影響呢 減少了這個準備金的話 是的 因為這一類保險債務準備金的提取 每一年的開支都是佔 每一間保險公司經營的費用 是最大的部分 例如說集團本身在今年上半年所提取 額外的保險債務準備金 即入賬的開支 都有220多億人民幣 雖然按年是跌了的 但是跌的原因呢 就不是因為那個750日線是有一個向上 反而就是因為它本身簽的保單 那個規模是小了 變相都令到這一部分的準備金呢 就叫減少了 但是要留意的 因為本身 如果去過債務準備金的開支 每一年都提到200多億啊 甚至乎你說接下來去到300億呢 只有少少的變動呢 對於新華保險的盈利呢 會有一個相當顯著的影響 例如就好像廣發證券都做了一個統計 做了一個model的分析 就說在去年來講呢 因為那個750日線繼續向下 令到新華要額外提取那個責任準備金呢 是多了整六十幾億 而六十幾億這個開支呢 其實都已經是超過了 就是新華今年頭半年的盈利的 那就是代表著如果你說離間 這750日線真的可以向上的 那這一部分提取的壓力沒有那麼大的話 那對於公司的順利的影響 是會相當之明顯的 好啊 接著就和追診 看看第三個利好因素 就是筆水持續增持股份 那由圖表可以見到 其實集團的股份 由今年六月以來 已經不斷有筆水淨買入 那目前筆水持股佔H股的流通股數 已經達到是三成三 那其實呢 我知道在香港上市的內險股裡面 筆水最喜歡買就是1336 即是新華保險 而且最近也有不少筆水的外股都升 那下一隻會不會就是新華保險呢 是的 你說得對 基本上就說新華在這麼多隻的內險股股裡面 就是最受港股通的資金是歡迎 那見到他們在這幾個月所買的量 是不斷增加的 那說到好像在六月份呢 那他們totalhold著那個股數呢 都是兩億股那樣上下 那去到最新 即是說到昨天來講呢 都已經是升到去接近3.4億幾股 那你計算回新華保險 在香港上市overall那個流通股數呢 大概就是十億股那樣上下 那就是說現在北水hold著整整 就是3.4億股呢 都佔了去整體流通股數的比例呢 去到成3.3至3.4那樣高 那這就是過去的一段日子 例如就說好像是中芯啊 金峰啊 那這一類的 都是叫北水中二的股份呢 那見到北水不斷買啊 不斷增持啊 或者佔比都去到成兩成幾三成幾之後呢 都見到股價呢 是有個的聲浪會展開的 那會不會啊 真華都一樣是得到北水的加持 那令到他接下來的股價 都可以叫追上去呢 那這個我自己都看得是比較樂觀一點 好啦 跟著呢就跟Jason 看看利膽因素 我們首先呢 就說了大一點先 那你記得呢 剛才Jason 說利好因素大一點的時候 你也有說過 集團呢 今年的月度補費收入表 見到十月的時候 是有個下降的情況的嘛 那你當時就說呢 因為保監會就出了一些新規 那其實這些新規是怎樣打擊險期呢 是啦 這個134號文件呢 就是主要針對一些叫做快速返還的那些年金產品 還有剛剛都提過一些短期的萬能險那些的產品 那所謂快速返還年金產品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很多年金的產品 在國家的那些的險企 就推出來 就可能你放錢下去 那它不用兩年呢 就可以啊 就是每個月呢 就退回一些錢給你的 那但是現在這個新規就講到明的 那由投保人去到 就是開了那張保單之後 那五年呢 保險公司呢 就不能夠說發揚任何的資金 或者說這五年裡面呢 是沒有任何的分同可以做到的 那由於這一個的新規影響之下呢 都令到很多保險公司 在那個年金產品的制定上面 或者銷售上面呢 都會出現了一些影響 那所以十月份的保費收入跌呢 是預了的 那只不過就說這個新規的影響力 會不會就說持續到去今年 十一月十二月 甚至乎去到下一年 就是保險公司 一月份那個開門紅的銷售呢 那這個是大家要留意 好啊 接著就講到同一版 有第二三點的利膽因素 因為知道其實集團的退保情況 都比較高的嘛 以及集團投資非標準資產的佔比 又比較高 那我想問問Jason 這兩點會為這個新華保險 帶來什麼隱憂呢 你說逐保率 退保率 這個就是牽涉到公司本身 保單上面那個的競爭力 又或者去那個銷售團隊方面 怎樣去到留住那些客人的能力 那的確是 如果你比較回內地主要那幾大保險公司 新華是那個留住那些客人 即是在逐保率上面 就不及得上平保啊 國壽那些 那這一方面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可以改善到 那自己第三點 就說去投資那個金融資產 當中有幾大部分 都超過三成呢 就去到一些叫非標準的資產 例如就可能一些理財產品 或者一些信託產品上面 那這一部分資產 就正正現在呢 就是內地打壓得最嚴重那類的資產 所以當你說去槓桿的政策 是不斷去收緊的 那會不會都令到公司 所投資這一類型的非標資產 接下來的股值上面有一個影響呢 那這一方面都是一個主要的風險來的 52周波幅就是33.8至56.1左右 那都想問問Jason 你的部署策略是怎樣呢 那這隻股份可以都等它回到55元 就去到買 即是接近今天那個低位 那一個中短線的上網 我就不會說看得太高 都是看一成多左右 就先看分64元了 好,謝謝Jason你的分析 和你申報了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留意著 新華保險的走勢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